。 哈喽,各位大家好,我是云飞。 哈喽,各位大家好,我是任然。 今天呢,我们逛这个公园的时候, 然后在公园里偶遇了这个苏联时期的一个建筑。 当时呢热点说 当时好像是一个游泳馆 游泳馆非常的豪华 但是现在已经破旧不堪了 在一个丛林深处 看附近那地方都是丛林 我们也是偶然间发现的 所以说我们就过来看了一下 里面一个人都没有 一个人都没有 这真的是很 有点像这种鬼屋探险的感觉 对 对那边都是森林 有点像这个探险的感觉 然后我们一块呢 打算上里面去看一下 看看这里面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白椒 白椒 嗯 从来到 Erin 其实都连过了 是不是 外游泳馆 都连过 现在 是 真相比 intense 吴 不 egal 我就 跟受病症 知道 你都是哪个 我快走吧好吓人 快走吧快走吧好吓人 慢点啊 看着啥了老鼠是吗 不看 这个 这个应该是洗澡的地方 对原来洗澡的地方 对都市 刚才是有只老鼠吗 跑得很快 二楼应该是宾馆 或者说是看台 打打打打 那明天晚上过来吧 战斗民族也不敢是吧 这上面画的都是涂鸦 真的是感觉 从体育馆就能感觉是苏联的破败 苏联的解体给国家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你小是不是家里是不是特别有钱 你出生的时候已经是1991年了是吧 1991年 当时还是苏联是吧 这个问题应该问妈妈 妈妈年轻的时候是不是家里特别有钱 生活的是不是特别好 对 真的是一个国家的命运和一个家庭的命运 是紧紧相连的 是紧相连的 如果按时在上面写的是196几年 1968年 对 1968年苏联时期的废旧的一个游泳馆 从游泳馆非能看出来 当时是一个非常豪华的游泳馆 面积非常的大 有两个非常大的游泳池 对 然后刚才我们在里面看到了 有洗澡的换衣服的地方 然后还有休息室 我们就在一楼转了转 因为二楼和三楼 我们实在是不敢往里走了 因为现在是压根就一个人都没有 这附近只有我们两个人 就跟鬼屋探险一样 非常的有意思 等外面出去 你想晚上来 这就是战斗民族 然后这地方非常有意思 我真的想再往里走一走 但是因为这个房子属于微房 近期怕有危险 所以说我们就在外面 给大家展示了一下 然后在这个一楼 我们简单的逛了一逛 从这个游泳馆 我们就可以看出来 当时苏联的时候 就是非常富有的一个国家 你想想1968年 那时候中国是什么样子的 这个真的是 我从教科书上了解到 因为那个1960几年 我肯定还没出生 那时候爸爸妈妈可能是刚出生的 那个时候中国 如果要是苏联 是达到这种规模的话 中国跟苏联完全是没法比较的 真的是 从游泳馆 我们见证了一个国家的辉煌 就是个游泳馆 但是你们那时候 是5月的 这是一个公斤的 你还能一对 那时候我被决定 那时候我才一再决定 今天是好的 我不要给大家决定 我也要想要 我让你搞一个 一切 Sitting 你可能会 那时候我给大家 慢点慢点 小心我边上走 这个要是跳下去 肯定上不来了 这个游泳池 跳下去肯定上不来了 走到那边再走 这个游泳池 那好 我们今天视频就录到这了 给大家 也是偶然间看到这个 所以说才给大家录的这个视频 感觉很有意思 那好 我们今天就录到这了 拜拜各位 拜拜 下期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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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